装病的李善长突然支愣起来 在一个雨天连夜进攻 他要面见朱元璋开启绝地反击 就在前两天 他还当着太子的面给杨宪疯狂点赞 如今朱元璋要他再说一遍 这杨宪到底是好人还是坏蛋 李善长呢 还是那副人畜无害的后导人模样 皇上啊 杨宪虽然年轻 但很能干呀 放你奶奶的猪食狗兽赖他半屁 杨宪栽赃献害渔场 甚至要置他于死地 知道为何吗 全是因为这个无名壮旨 一脸愚昧模样的李善长跪倒在地 痛哭流体 皇上啊 你听我说 杨宪恶毒讨人厌 我这辈子活久见 中书省里做恶人 欺瞒皇上还善权 他向朝廷二皇帝 说一不二很刁蛮 我是恨得牙根痒 但却不敢撕破脸 满腹委屈不敢说 因为皇上宠杨宪 当初他到中书省 我说这货来着不善 皇上立刻大骂我 显得我是老混蛋 从此不敢说真话 打碎牙王杜李燕 这李善长又是垂胸顿足 又是声泪俱下 把追案章整得都没话说了 说白了 杨宪这个祸缓 是他朱老板亲手养大的 并不能全怪别人 而除了杨宪善权 他更关心的是那张无名壮旨 背后杨宪对他的欺满 李善长明白 这才是达到杨宪的关键 这老狐狸早就制定了 倒阳的总方略 首战即决战不然就完蛋 因为他深知杨宪毁尸灭迹的办事效率 旅场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 所以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他早早地安排胡威雍马不停蹄 从杨州秘密运来了一车人证物证 这件差事是搬到杨宪关键中的关键 胡威雍办得格外小心 这一晚失了神的朱元璋 在将信将疑中难以入睡 坠坠不安 他多希望那张无名壮旨 对杨宪的指控都是虚幻 可黎明时分 胡威雍还是带来了杨宪的滔天大罪 一共四款 其一 至杨第二年 杨州田地仅复耕一半 杨宪协称全面复耕 其二 当年所交纳的税粮半数是通过海陆从浙江购进 其三 那株祥瑞稻碎是十五两斤则 从南洋贝尼商人手里买过来的 而不是从杨宪责任田里长出来的 其四 祥瑞稻碎到手后 杨宪杀人灭口将那位商人害死 朱元璋眼都瞪圆了 关于胡威雍对杨宪的指控 他从不怨信到不敢信 因为他知道胡威雍一会儿跟杨宪不对付 这说不定是栽赃陷害 可胡威雍从杨州带回的证人 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朱元璋相被万箭穿心 他艰难地走回书房 那株曾经让他喜出望外的祥瑞稻碎 如今成了耻辱和怨恨的标记 突然情绪失控的他 急不走到岸前拔出大宝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